妈 我姐 把果冻带回家住了 谁 果冻 叫之前 在我们家住了两年的那个小男孩 你别动 我就是给你通风报个信 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孩子 给麻烦出院吧 让妈走 这时间长了可要出大事啊 你现在这样怎么出院啊 再说 那个果冻好像有点傻 应该说不出什么来了 哎呀 就是他不说什么 那也不行啊 你说我这住个院吧 天天的 不是警察来陪床 就是警察家属来送饭 你妈总拽着我唠嗑 有好几次 我差点说了不该说的话 我这心里头 害怕呀 妈 这心里头 就这样吧 等你好点了 咱们就赶紧回家住 这样 你就不用总见到他们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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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住 我不是你姐姐听明白了吗 姐姐我怕 哎你放手谁让你抓住我的 谁是你姐姐啊 哎 干什么 放手啊 开电话龙出去了吧 问龙干嘛去了 是 我把她看她一个人无聊 想陪她玩会儿 她抬手就抓了我一把 嗯 这孩子这不这有问题啊 我就说了她不能在家里住啊 这就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你有童心心呢 这是好事 但是得量力而为啊 这孩子的情况 还是得送到专业机构去治疗 你放到咱们这普通人家 不太合适 对不对 看来 指望实心想办法是不可能啊 得自己想办法 咱有什么办法呀 你是什么人喵 我是什么人喵 我觉得我可是越漂亮心目 是吗 我还有进步空间 是啊 你那天说那个残你小孩的事啊 我还真给你打 有一对老夫妻啊 他们想受养 可就有一个要求 不少太战 动力就能那么大 太好了啊 我就知道 还是你有办法 要不咱俩关心好的 嗯 哈哈 哈哈哈 三哥你这写的什么字啊 好 礼仪廉耻 这个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呀 这个妇女呢 就更应该讲究妇女的美 对 这个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呀 这个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呀 这个妇女呢 我我都拿着 那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啊 我用不养华民族的美德啊 就说你虽然的这个美德嘛 我们出现了 您转奇怪 你让我放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黄卓呀 你以后再弄什么什么死拔呀 什么什么吃西餐叫你姐点啊 一个年轻姑娘一点都不懂事 走了郭董 哟 你还真准备把他当亲儿子养啊 那事怎么样了 楼全不是正问着呢吗 什么时候找着合适的了 什么时候就给他送走了 你不用等了 我跟你联系了一户人家 谁对中年夫妇 年轻的时候呢他们订课了 后来年纪大了也生不出来了想要孩子 他们特别乐意收养 你俩都哪打听来的呀 这你就甭问了 反正联系人挺靠谱的 这个麻烦能送走就送走吧 跟您说啊 不行 您这种想法呀就是犯法的 就是因为有您这种人才会与我们打拐办 华洛可刚回来 咱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头 不是 我去给果农洗衣服去了 妈咪把我回去歇着吧 别别别 我来吧我来 哎呀我替我闺女去行了吧 我问你啊 上回和楼群去吃饭 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楼群 吃什么饭呀 看看你 你别老使唤人家 没事的时候约人家出去溜溜弯啊 喝喝咖啡啊什么的 不能老给人棒子不给人蜜枣 行明天我就买一豆子蜜枣 给他送上去行了吧 这孩子 帮助我吃饭 还来按 damn 到 boat 久不見 银行 で 你还不算太穿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这个小立场 废弃了多少年 里门口不到一百米的垃圾箱里 还有没坏透的方便面汤 门把手上一点灰尘都没有 这两条就够了 还有 你这么多年 一直都愿意叠这些脱脂车 连门口的摩托车痕迹都没修没干净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脑上蛇的那些高手不是因为他们不强 是因为他们有弱点 有弱点 就离死不远了 不过那个接校车的注意不错 告诉你 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眼皮的底下 想跟他好 你记得给我打起精神来 我是不会用你拐卖孩子赚来的一分钱的 因为我就是其中一个 你明白吗 我想给你好的生活 好的生活是跟家人和爱人在一起 还不是去当人犯呢 敢不敢再来一次 让这辈子总得选择 要选择错了 走啊 也不死 很危险 一些人 没给人 他们又不敢看 跟人스트 快点 就是 还有 走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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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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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你乖啊 以后要是当着别人的面 就千万别再叫我姐姐了好不好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因为那件事 小哥 啊 啊 啊 柳东 姐姐求你了千万不要再画了好不好 如果你要是记得我以前对你的好的话 你就千万不要再叫我姐姐了你知不知道这样会害死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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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干嘛也撒谎了 别去 你把之前拍何高原的袋子给我拿过来 那不就在那吗 我覺得你这么糊弄崔警官可不好啊 谁糊弄弄他了 谁糊弄他了 遇情故纵懂不懂 策略战术学过吗 你好 你怎么知道是他 我直觉 我说觉得 你要这么糊弄崔警官啊 以后这案子 再有什么情况 他不叫咱们怎么办 他敢 不是 我是觉得 咱们做人呐 得真诚 真诚 你儿子拉肚子真诚 你老婆痛经真诚 别给我摆着可怜性 我告诉你 你以前在我心目中 还是白纸的话 你现在就是一手指 还是用我 老大 你这话说得有点过了啊 我就这么一说啊 可是有些人 连说的不说 直接用行动来藐视我 你说 是不是更过 拼得怎么样了 你说现在这制造商啊 什么良紧啊 这笔和纸巾是什么错的 一股那个酸菜串白肉的味儿 这个画啊 是果冻画的 嗯 这女孩啊 画的这个张艺大嘴 怎么看 看不清画的什么呀 站在我这个位置 应该能看得清楚一点 应该是一个男人 在铺一个小女孩 看下面 下面那个是不是还有一张脸 是 是个更小的小孩 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 一个更小的小孩 这个小孩 是果冻 那他就是在偷看 对吧 仅凭着一个小孩 画的画推断 有点太武断了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果冻一定亲眼看见什么 那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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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怎么 孩子 你没记错 他在场 那件事啊 他都看见了 我以为我结婚了呢 小婆呀 给妈搬出院 让妈赶紧走吧 这就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 那好不好什么时候就要馅了呀 那怎么行啊 伤筋动骨一百天 我可不想你以后落下什么病 跟他 哎 哎 我这腿就是残了 啊 他就是没了又怎么样了 我这辈子不就这样了吗 孩子 妈 你放心 我会看住果冻的 而且 我姐他们过两天就把果冻给送走 没事的 以前 你总是保护我 现在 让我来保护你吧 上次你走后 我又重新梳理了一下果冻的情况 他可能会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比如目睹了别人的死亡 或者自己也面临过非常严重的生命危险 那像他这种情况 还有没有可能记得住以前的事情 通俗的来讲 他可能失去了理智 但是 但是 大部分的记忆应该是存在的 如果他管一个人叫姐姐 那这个人有没有可能就真的是他姐姐 从法理上来讲 你比我清楚 但从心理上 病人的话 不是无缘无故的 小童怎么样了 挺好啊 哦 那就好 您这么有闲心 看一小木孩画画呀 嗯 也没想看的啊 从来没学过画得这么真 这将来是苗子 妈呢 出一跳舞去了 我刚刚在楼下看见有人摆棋局 小子怎么样 我估摸着他要是不用军马泡的话 我还能跟他比我两下 啊 楼下来高人了 哎就 那不行 不行 你妈让我看孩子 哎呀没事 我跟果冻玩的好 真的嫌您碍事就把您打出去 看着就好 看着就好 就好 您慢点啊 哎 我来说 他们一定是在极力的隐瞒什么样的事情 董本利是被关 华罗是被关 这小果顿没准也是被关 那姓长那男的 总不可能一家的全是被关 我明白了 没准他们这家呀 就是一个暂时性安放被关外人口的窝点 他们村里人不都说了吗 这一家人 鬼鬼嘴嘴也不出来活动 猫腻啊 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别说 刘德智的直觉一直还挺准的 说的是 所以啊以后你们就不要莽撞 遇到事 问我 我给你们拿个主意 德行 这样吧师姐 你呢想办法安排一下 这个果顿和董本利见个面 看他什么反应 哎杨主任啊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你不能老让师心姐去干那种无间当的事 不人道啊 也是啊 啊 教我这师父当的 对 那好 你分胆点 那你是 看孩子呢 还是长主任 啊 首先有一点我得说明一下 我并不是不愿意去 对吧 但是我没有身份 没有立场 我去不了啊 所以说 师姨姐你就放心大胆地去 虽然我人的肉体在大乖半 但是我的精神 一直会伴着你左右 你把你的精神啊 就放在你的肉体里吧 现在看着啊够不正常 我怎么我就不正常 我 哎 哎 你老婆顶你挺紧的呀 就这么一会儿 打仨电话 这女人呢都一样 烦 也不是所有女人都像你老婆那样了 我看那个专家有分析过 说这女人呢就跟那个猫一样 他愿意是老是黏着你 那说明他在乎 哎你什么时候要发现 他对你不问不问了 得了你又等着下岗 哎老大 刚才没喝上再来一个 哎这是谁呀 你看刚说着又来了 你不会解 那天我不是挂你电话了吗 后来一忙就忘了 我不是故意挂你电话的 这几天确实挺忙的 天天有局 啊我知道了 你要是忙 你就先忙你的吧 就这样了啊 哎 哎 郭东我跟你说啊 这种话呀 手腕呢 和铅笔用法是不一样的 手腕的用力 试试 哎 你说还是不相信 非得让我拍张照片给他看看 你就配合我一个啊 你呢 你是诚心的吗 啊 乌乌 拿来 拿过来 喂 弟妹啊 我是楼群 你应该相信吴松 我们这啊 跟几个姑娘在一块喝酒呢 啥都没干啊 放心 快快快快 姐 姐 我觉得我最近可以去报一个什么 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之类的 我发现小孩特别喜欢我 昨天晚上在小区里边还有个小姑娘 非得跟我回家连她爸妈都不要了 你要是喜欢啊就去考一个 我可以给你报名 行啊 那我先拿果冻练练手啊 你上班也挺累的 在这休息 别不知好歹我跟你说 这把我当哈巴狗了 就算我是哈巴狗 你得管我吃的不是 凭什么每次都是我扶软 你有种是吧 有种一辈子别给我打电话 看谁扛给我谁 磨双的 吓死我了 你干嘛呀 神出鬼没 我们台 搞个情景节目 顺词呢 我做什么不都本身 看你他 撒起来 你是便秘了 还是事情又欺负你了 我便秘 蝇 蝇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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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蝇 Blood 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好像话路有点不对劲 你要这么说 还真有点 你也觉得 是啊 我觉得以前呢 他老是躲着果冻 可是最近呢 他不仅把果冻领到他房间睡觉 还天天在哄着果冻 就好像是亲戚俩似的 现在就连给他养母送饭这个事 都交给我们了 要说呢 一个小小孩和一个大小孩 弄玩到一块呢 那是很正常 关键是楼群 不画罗吗 怎么就楼群了又 不是 画罗每次打电话呀 我都听出来是楼群 他但凡有一点点事 他就找楼群 反倒是咱们实心 你这话说的 他不知道楼群找谁呀 他们这人俩呀 就因为这个小龙闹着隔阂呢 你可别小提打作 你还看不出来 他这心里还惦记着小龙呢 那我定可是楼群 乱点鸳鸯鸯 哎呀哎呀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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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背成这样 果通喜不喜欢画画呀 我送你去个画画的地方好不好 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来干什么 我来送饭的 你也是董本利家属吧 我们有人看到他昨晚就离开了 也没办任何手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姐姐 我想跟你睡 我来送你 一大早就跟画楼出去玩去了 晚上呢又早早都睡了 来 我吃原茶 所以啊 见不着 妈 我说你跟我爸呀 有空也带着果冻 那画楼每天晚上陪着果冻睡 白天又陪果冻玩 早就累快 都是想带孩子 教师女生的 说一个 一打我都帮你带 可这孩子不明不白的 我不说你也当没这回事 赶紧弄走吧 嗯 小朋友买棉花糖吗五块钱一个的 他不要买好的 谢谢啊 谢谢啊 你还想吃什么 这些给你买 嗯 慢点吃 嗯 嗯 嗯 呂 姐姐 你吃 我們兩個一人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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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瓏 我剛才想說沒說出口 其實我特別願意提這事 你之前承受的 是我的責任 我知道 我沒辦法補償給你 但是你有任何困難 或者任何需求 只要你跟我說 我能做到的 一定沒二話 我只希望你別走彎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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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